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一冷 猫咪都躲在床上不离起来了 你看看 已经9点多快10点了 还在这里赖皮 起来了 你啊 还在这里窝啊 超可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梁 看肉肉啦 沙漠玫瑰还是开得那么美哦 看的心情是不是很好啊 超棒的 给你们看看 我这个漂亮的龙月 也被小鸟啃了乱七八糟 但是自从我这个抗鸟小军团出现之后 他就没有再有新的咬喷了 真的是 真的是 你看 可爱的见狗 守护着我的德雷 你看 这个都是被鸟啃的 这个也是 这咬痕痕比较大 都是那种 斑酒 像鸽子一样的鸟 多拉一梦军团 再来给你们看看我的奇罗 也是由多拉一梦守卫者 来防鸟 现在市面上他们好像很少说是奇罗 都是讲 卢艾拉 卢艾拉 其实你就只要知道 奇罗跟卢艾拉就是同一个品种 不要以为名字不同 就不一样哦 实际上他们是一样的 你看 现在这些小小 包括这个小小头都浮盆了 好漂亮哦 这盆也是 这个是我的大盆的 所以有时候它散掉 并不是坏事 你可以拥有更多更多 这是我的卢艾拉 好看吗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满意的 漂亮的卢艾拉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多肉植物就是这一盆 你们看 大家都一定认为它是巧克力方砖对不对 不是哦 它不是巧克力方砖哦 它只是长得很像 然后秋冬的时候 就是跟巧克力方砖一模一样 可是呢 它真的不是巧克力方砖 我比较给你们看 这个是我的巧克力方砖 你们看 真的超级像 如果没有放在一起 真的 你会以为它就是巧克力方砖 但是放在一起 你看一比较你就知道了 它的叶片 跟巧克力方砖 还是有区别的 你看 它的叶片是不是比较宽 中间那个痕迹 比较明显 巧克力方砖也是有 巧克力方砖 巧克力方砖 怎么啦 怎么啦 而且你看它还比较远 这样你们可以区分的出来吗 这个多肉植物它就叫做彩度 彩色的彩 几度C的度 很特别吧 彩度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就叫做色度 颜色的色 那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它这个植物很好玩 它只有在夏天的时候 它颜色就像初景一样 其实我去年有养一颗 我也一直以为它是 不一样的巧克力方砖 结果不是 现在才知道 哦原来它叫彩度 那你们知道它初景 我去年养的是什么样子 是这样子 你看 就跟我现在这个植物很像 它中间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外面那一层叶子 外面那一圈就是外面这个巧克力色 真的很特别哦 那我在网路上也有看到 就是人家叶片是绿色 然后它这种色斑的部分 是那种黄黄的果冻黄 然后配那个深绿色 也超特别的哦 那不知道我这一颗是怎样 你看至少它现在新长出来的叶片 是有一点点绿色哦 反正夏天初景的时候 就知道了 因为它是属于夏景 夏景是什么意思 夏景就是它只有夏天才会初景 剩下的时候都是这样巧克力色的 其实我也可以称它为彩色巧克力 很特别吧 它跟巧克力方砖没有关系哦 你们看这个巧克力方砖 它新叶长出来也是这种 嫩嫩的绿色 嫩嫩的绿色 对不对 真的好香 所以如果你不是真的很认真去看 真的你有时候连卖的人 他都把它当成巧克力来卖 你看它这个是真的巧克力方砖 而这个是色度哦 一片比较圆 来吧 帮它换一个新的盆咯 选了一个五寸的小白方 然后把这个彩度拿出来 这个也是买回来有一阵子的 你看 全部 这个全部 全部都是沙子土壤啊 哇塞 你看 全部都是沙子土壤 你们看 根系长得挺好的 我回来已经放了大概一个礼拜了 你们看 根长得超好的 不过既然换盆了 这些就通通把它掐掉 就变成这样 你看这个 哇 还好没事 它这个金杆就有点快要木质化了 所以你别看它小小的 它应该也已经种了一段时间了 好了就直接种下去 其实这个蛮好种的 然后我这个泥炭用的比较多 其实本来我是不想加那个铺面石 但是这个有一点摇晃 所以还是加好了 那铺面石一样是用这个 黄金麦饭水 你看这样子把它固定 它才比较不会这样摇来晃去 这样子它就比较容易浮盆 而且这个是有根的 你看这样子把它固定 好了 这样就种好了 好了 这样这个漂亮的彩度 我们就种好了 到时候 看明年这个时候 我会不会有一大堆的彩色巧克力房船 今天这个彩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